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废评,现场为您邀请到大来国际投资的总经理丁兆宇宇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宇哥好。 废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资总经理丁兆宇。 我们看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果指数今天最高在15553点,最低在15394点。 今天股市当中遇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 就是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 周二公布上季大坎台积电ADR达86%,形同措施台积电ADR今年31.5%的这样一个涨势。 所以原本第三季买进台积电的ADR一共是6010万股,第四季竟然大卖了5180万股。 到底所谓何来,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操作呢?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宇哥。 这个除了我之外,我想大家都跌破眼镜。 是。 股神第四季大卖了手中第三季才买的ADR,他第四季竟然短线上大卖86%。 是。 好,那我们先来快速来分析一下。 好。 其实大盘今天是属于一个开低震荡走低的格局。 因为这个新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没错。 我认为,我先讲,我认为这个只是信心方面。 对筹码方面来讲,我觉得影响不大。 OK。 因为从13F的报告当中,美国的法人整体而言,他对台积电ADR是买多于卖第四季。 是。 好,所以第一个,我认为筹码面,它没有影响,影响的是信心面。 OK。 好,那信心面影响,我先把结论先讲。 好,我们待会再来分析。 好。 台积电在这里,如果月线守不住的话,那可能就会去回撤缺口。 对。 但是价位,我在广播节目当中,我们不方便去提。 我们不方便去提。 好,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4月,这个1月30号开红盘,那天跳空大涨。 对。 之前,也就是说在封关日之前,跟开红盘日,那个大的一个缺口。 台积电这一波,其实,它从今年的12月的低点,去年12月低点442.5,那个低点位置上来,出现了三个缺口。 对。 分别是在1月9号,然后再来是1月13,然后再来是这个1月30号。 那我认为,如果台积电月线不守的话,那么缺口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去回补第二个缺口。 是。 价位我就不方便说了。 好,为什么? 第一个,从技术面跟线形的角度上面来看。 对。 月线既然不守,缺口回补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我们讲是合理,不是说必要,是合理的。 第二个,台积电年线是下弯的。 是。 各位请记得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年线下弯,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长线多头的股票。 那中期翻多也会有拉回的一个疑虑。 对。 所以它是长线来讲,它还是空头股票。 所以它回撤,甚至回撤年线附近,我觉得从技术面的角度都是合理的。 OK。 好,这是一个重点。 是。 不过我们来看巴菲特的操作。 好。 我认为,第一个, 巴爷爷这一次可以说是变成一个大型的韭菜了。 对。 几个数字,大家稍微报告,跟大家报告一下了。 好。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巴菲特在买的时候第三季,它的均价是488块钱。 是。 那我们就拿两个极端值来做报告,大概第三季的高低点是在430到520中间。 我们抓个整数了,430到520。 那就算你巴菲特不是买在均价488好了啦。 好,你买在430好了,就是你最神啦,你超神的,我相信不会啦,买在430啦。 对。 那你基本上来讲,你在第四季,你卖掉持股。 各位,第四季的均价是在438元,均价。 也就是说,巴菲特你再厉害,你台积电,你只有小赚而已。 对。 那我相信巴菲特在这一次出托持股,应该是没什么赚到,甚至可能有小幅度亏损。 小幅度亏损。 因为第四季最低到390块钱,10月底嘛。 对。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哦,那个时候,而且巴菲特有可能砍在那里。 因为那个时间点,各位记不记得,没有人跟各位提到,我现在跟各位讲,10月底的时候,台币曾经一度扁到32.335。 也那时候,美元超强的,对不对? 对,没错。 记不记得那时候,一堆人捧着台币去抢美金定存,记不记得? 有。 我说这一次,可能又套到很多人的美金定存,又套到32块,3以上的,对不对? 那你看现在台币,又扁回到这个,又升到30块左右了,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美元超强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台积电受到影响,那股神有没有可能受到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年纪有点大,然后可能有点判断错误了,那这个我是不知道。 那整体而言呢,我认为在这里,它是一个落后指标。 所以大家不要太放在心上,但是它会出现一些信心上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部分。 那回到台股,那如果这个地方会受到影响的话,在电子股就会出现一些震荡,所以为什么有些资金它转进到跟这个巴爷爷跟电子股比较没有相关的,比如说像观光旅游的部分,对不对? 5706凤凤凰今天拉到涨停板,今天大涨了,2731的熊师今天攻涨停,还2719的灿兴旅,这个攻涨停,表现非常强。 因为从电子股流出来的资金,你只要一小部分转到这种内需或是跟电子股没有关系的,它立马就表现出来就很强。 所以资金是不缺的,那再来,这个吃喝完的部分来讲,吃的,2727的网品今天照样大涨,2754的,卖寿司的,不管是长寿司还是藏寿司的,大家都睡觉变成金寿司了,今天也是大涨。 可是,2723的美食,昨天涨停,今天盘中一创高,重挫,六角,昨天大涨,今天一创高,重挫,瓦城,一样重挫,涨跌护肩。 这个就很像我们跟各位讲的军工股,有没有,先前八贯大涨,结果八贯大涨之后呢,出现一个拉高,阻力调节,下来,对不对,然后呢,822的这个保一,有没有,涨停板那天我跟你讲说,按照过去经验,它大涨,涨停板,爆量,就算是涨停板,隔天也会重挫。 你看看822前天涨停,昨天是不是直接开低重挫,今天再跌,不升美举啊,这个跟东哥游艇都是一样,那个阻力压低出货,很可怕的,所以,这种吃喝玩乐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资金还在,可是你在操作上面必须要非常细腻。 好,我们讲会到电子股身上,好的,来,你说台积电重挫,可是,有一段股票,我跟各位讲,利空不跌。 而且利空持续的,在这个,推波助燃股价的上涨,你听起来一定很觉得很奇怪,3034联勇今天再创新高,来到500块整数关卡,可是3034联勇为什么今天震荡,对不起,来到400块整数关卡,他今天最高来到404.5,那过高之后呢,出现一个震荡,出现一个震荡,为什么,因为过高嘛,但为什么他敢过高? 你各位想想看嘛,他为什么敢过高?驱动IC不是很差吗?面板不是第四季赔钱吗?对,对不对? 我说第一个,财报是路后指标,对,你们看到的财报是过去一个月,比如说你的这个营收是上月的一个报告,你们看到季报一样,跟这次13F一样, 实战F是怎么样,是一季结束之后45天公布,你等于说是45天之前的一个状况,是,肌报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那当你看到肌报不好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库存调整静于尾声了,对,没错,所以联勇今天创高,好,那我就提醒大家,各位去想一想就好, 有谁跟3034联勇有关,我只要讲这个就好,好不好? 好,当然听众朋友可能说,那个面板,面板只是其中一个,但我今天强调的不是面板,这个3481的群创,今天过高耶,群创今天过高耶,对不对? 他在年线这个地方,他刚刚在年线,今天在年线这个地方整理整理,今天利用今天大盘震荡今天过高,是,我讲这点就好,好,那我要讲的不是说面板的群创会有达,我讲的是另外一档跟3034联勇制成有关的股票,好,因为你联勇要出货,那跟联勇出货相关的这些零组件,哪些?我只提到这里就好, ok,这档股票是低价股票,我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当然过两天,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进场布局这档股票了,好,这档股票了,那我就先跟大家做报告,过两天我们会跟各位来做揭露,好,那再来,其实各位,得为今天涨停板,恭喜大家,我现在先请问各位一件事情就好,好,我从1月30号,第一天, 节目,从开红盘开始跟各位讲,我说,有一档离年限很远,投信偷买的股票,3,差5,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再去看看,他今天涨停板再供 277块钱的新高,是,这一年来的新高了,2月,今天15号,昨天才刚过情人节,你扣掉了这个,这个假日,其实没有几个交易日,光2月份已经大涨34%了,哇,对不对,那,当1月31号的时候,那一天,第二天开红盘的时候,股价拉回在206.5元的时候, 记不记得我第一天的时候,请大家这档股票,你们来点来拿,是,有,你们来拿的,你们隔天1月31号,你们来到德威这档股票,你们都可以买在206.5元,对,因为那天收206.5元,嗯,今天277,嗯,嗯,各位,你10张的人, 你就有机会大赚70万,哇,厉害,到今天为止,我敢讲,德威是我最早公开跟各位介绍,而且一路跟各位谈,这档股票,今天持续在创高,是,但,各位,我再小小提醒大家一点点,好,我昨天有没有讲过一点,嗯,嗯,我说这档股票你要小心,虽然涨到这个地方,你觉得,你们听我讲是觉得好像涨了很多啦,206.5到200, 200,那昨天是250几块钱嘛,嗯,嗯,嗯,对不对,你们觉得好像涨很多啦,我怎么跟各位讲的,我说,就因为大家看涨得不顺眼,对,跑去放空它,嗯,嗯,它在嘎空,而且市场上,没有,倦了,嗯,我记得我跟各位这样讲过,有,那聪明的投资人,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涨,嗯,嗯,有一半的原因,就是因为,筹码面,偏向多头嘛,OK,好吧,嗯, 所以我讲,昨天跟各位讲过了,这德威今天,在公涨并在创新高了,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谈到一点,我们手中,我们要布局就像德威这样的股票,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开放五位,五位,好,要布局德威二号,好,那你来电,好,跟上我们的布局,我相信德威二号在这里呢,很快呢,就能够像德威一样,一飞冲天,好,所以恭喜大家,如果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我们的德威的好朋友们,今天呢,从 开红盘到今天为止呢,一张已经涨了34%了,十张就已经呢,大赚了70万,恭喜我们的会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如果你没有赚到德威的好朋友们,不要紧哦,今天有五个名额,老师要开放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只要有听到广播的好朋友们,五个名额,赶快打电话进来抢名额,带您进场来布局我们的德威二号,就在明天打电话。 恭喜我们的会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跟进我们的专家,标股之拿团的专家,丁周宇哥进场来布局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一档接一档啊,今天大盘拉回整理啊,因为受到台积电的影响,对不对,但是我们手上的股票,就是我们这档好股票,大家都有,对不对,德威这档好股票,老师在开红盘呢,就叫大家呢,打电话进来,把3XX5带回家,就是这档了,到今天为止,十张你已经大赚,70万了,恭喜我们的会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如果, 如果你没有这档好股票,老师说,今天有五个名额,只有五个名额,12345,就五个名额,赶快打电话进来,抢名额,要带大家明天布局我们的德威二号,赶快拿起电话,线先播,02359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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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听众们想把老师的讯息,20小时带在手上的话,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INE8,LINE的搜寻的部分,输入小老鼠133arygs,小老鼠133arygs, 赶快加入,想要跟上德威二号,023659333,023659333,打电话咯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评,为你邀请到是我们的专家,大来国际投顾的总经理,丁少宇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恭喜我们的会好朋友们啊,如果呢,你有跟上我们德威的好朋友们,从开红盘到今天为止,10张已经大赚70万了,恭喜大家,如果没有跟上德威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咯,今天有五个名额可以跟着老师, 还有我们的会我们进场来布局我们的德威二号,赶快打电话进来,明天盘氏个股怎么操作老师 好,那因为今天这个大凡受台积电的影响,还有电子股,这个地方 那我们讲,未来这个量缩,直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资金来讲它不缺,所以我想,比如说一些低价位的股票,或是低机器的股票,你看,像这个直通247的直通,这个低价股,对不对,二三十块钱的股票嘛 我说这个股票在过去都没有涨到啊,就是三字头的股票,结果呢,它一涨,横盘整理之后一涨,就直接汉迪巴松拉了涨停 前天一根涨停板,我说要好好留意这两股票,昨天呢,再供涨停板,我说,这两天两只涨停板了,对不对 那今天来讲的话呢,今天再创一个新高,今天再创一个新高,所以要来到39.25元 不过,我昨天就跟各位讲过了,我还是一样,涨,我会跟各位提醒,如果有风险,我会提醒,跌,我会跟各位讲,要进场布局 我都会讲,那直通,我昨天有跟各位讲,今天会震荡 震荡,今天有震荡,不过它震荡是属于震向,因为它创高 相对上面来讲的话,它守住开盘架之上,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未来这个三天,它可能会稍微去稍微整理一下下,等那五日均线向上靠拢 可以利用震荡,拉回的时候呢,盘中呢,快速切入 因为这两个股票,它虽然震荡,可是多头格局不变 27的这个自通,那另外 广定6411,现在很多资金它转入到的除能了 因为台电,花要去给了啦 这个实在坦白的讲,我也不想讲这么多啦 你一边是核能,这一边又是这个天然气,那一边又是不缺电 一边又是这个电价可能会调涨 那一边台电又说,是因为他们挡住的时候输入性通膨 我跟各位讲了啦,你不要给他听得多啦 你做就对了啦 其实坦白讲,政府要做的事情是让老百姓能够安安心心 能够过日子,那我们做股票呢 我们当然,我们要跟着政策走嘛 它不可能就政策就是,你政策看多的股票 那我们就你的说,那你一定赚不到钱 OK 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去管这个缺电又不缺电的问题 有没有缺电,各位自己知道啦 未来有没有可能缺电,各位自己知道 心知肚明啦 所以呢,像广定6411,除能相关的 对不对,我也跟各位讲过了嘛 我说在这里短线上,我们已经获利出新了 对不对,我们也是买完之后,然后立马大涨 后来出调,我也跟各位谈了,广定 各位记得嘛,对不对 有 那另外3207的耀胜,这档股票 资金又转到这个耀胜来了,3207了 对 重点是,第一个,它是政策加持的 它今天逆势,再创高点 当然这档股票呢,过高 一样,不要追 不要追 我们手中来讲的话,目前是轻松获利续报 是 我的客户是轻松获利续报 不过因为这档股票,它股性比较活泼 上上下下的,就像这个兔年一样 所以3207的耀胜,这档股票还是看多 但是呢,买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次 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在讲说 那电子股部分怎么办 对 对不对 那我再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好 我们特别提到的关联就是利空不跌 对 我们上阶段提到联勇了嘛 是 对,面板 那我说,有一档跟联勇相关的 3030联勇相关的 你们不用猜 你一定猜不到 我跟各位讲 好 我保证你们猜不到 好的 好,除非你跟着我操作 或是我的客户 你们才知道 我讲的跟3034今天创新高 有关的 它的供应链 可能你们才会知道 OK 那想布局的呢 我觉得这张股票可以留意 因为联勇今天创新高 是啊 它高价股是400多块 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什么跟联勇相关的 什么 这个联勇的供应链的这档股票 你一定要注意 好 因为它是中低价位的股票 而且股价跌幅很重 在这里刚刚打底完毕 好 上礼拜呢 一根长红 出量 这两天进行拉回整理 对 这两天拉回是洗盘 中低价位股票 大家一定买得起 好 这档你要注意 那再来 我再举个例子 好 3189景硕 什么大家都说 哇 这个 业绩大衰退 对不对 景硕新兴南地 对不对 我就举景硕跟各位讲就好了 好 景硕它宣布 配6块半 是 好 今天最高来111块钱 你6块半的利息 股息你110块 我们算110 好 各位就算看 那个殖利率 对不对 大概是差不多 接近6%左右了 是 勉强算是高殖利率 是是是 那第二个 各位你知道吗 景硕年限在哪里 费平 在哪里 你念算 136块 景硕的年限在 136跟现在的股价 差距26块钱之多 哇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景硕今天相对强吗 我明白了 对不对 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 出现大好转 不是 而是因为它的殖利率低 而且 殖利率高 高 而且极其低 这两个 好 那而且离年限很远 所以我想说 有些股票 大家可以去留意 像今天下跌 我就说 像金虹 3EC的金虹 这张股票 也是驱动IC的部分 也是驱动IC 那股价也是很低啊 对 今天的103块钱 我们来看看金虹来金虹年限 来这边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金虹年限在多少 121块钱 来今天金虹的股价在多少 废平 102.5 102.5 年限在121 哇 这一差又是差了 20几块钱 是 对不对 所以这股票来讲 可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6411 经验 这部分也是一样 经验今天下跌 今天下跌 但是呢 经验的部分来讲 是因为来到了年限这个地方 过高之后压回 可是经验要注意 61 第一个 他跌很深 是 第二个 他年限这个地方 那可能在这里整理完之后呢 还有持续再往上攻 好 那这个重点就是 相对低档区的 那像德威 嗯哼 好吧 短短2月份 已经档3 4%了 没错 好 所以呢 德威2号 今天我开放五位 好 只有五位 好不好 跟上我们的操作 好 所以恭喜我们的会好伴们 有跟上德威这档好股票 到今天为止 十张你已经大赚了70万来 恭喜大家 如果没有跟上德威的好伴们 不要紧张 老实说了 今天呢 有五个名额 可以跟上我们的德威2号 就在明天呢 只有五位听众朋友们 所以赶快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记得待会一定要播通我们的专线 再次谢谢我们的 大来国界的头顾总经理 丁兆宇 宇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猛喝猛喝 我们的忠实听众 尤其是我们的 怎么样 会员好朋友们 跟进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的专家 就是丁兆宇哥进场 来布局我们的德维 开红盘以来 带大家进场布局 老师说了 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的3XX5带回家 对不对 如果你有打来 跟进老师的脚步 进场来买的话 到今天为止 10张已经大赚70万了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如果你没有跟上 我们的德维的好朋友们 不要紧张 今天老师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赶快跟上我们的 德维二号 你还有机会 就是现在 拨通我们的专线 不过呢 只有五个名额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抢名额 拿起电话 现在就拨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海投过电话号码 德维 如果你没有跟上 短短的时间之内 10张就大赚70万的好朋友们 已经涨了34%的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德维二号 等您跟着老师 爱我们的会 我们进场来布局 就在明天了 只有五个名额 赶快拨通 023659333 023659333 我念慢一点哦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是现在